在這個季末結算以後 假如是青牌以上的人都可以拿到的一個Skin 因為這個Skin長這樣子我這輩子還沒看過他 他們好像是準時結算所以是已經有這個Skin 牌服好像現在延後結算嘛 所以他們準時結算之後就已經拿到這個Skin 而且可以在裡面用 這看起來跟凱爾是走同一個系列啦 我剛剛剛剛講說他跟凱爾是同一個系列的吧 這Skin然後也是傳說級的嗎 因為他其實還蠻帥的 他的小蜘蛛長得是完全不一樣 他剛剛有丟一個小蜘蛛出去但是那個小蜘蛛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出現 因為我記得他丟出去的小蜘蛛也跟他那個一樣 他就是走一個藍色 我覺得這個還蠻帥的啊 對你看你看那個小蜘蛛也是出去也是那個 也是那個香精編的小蜘蛛 他還要開一下W以示自己就是會發紅 一等級點W很正常 因為W可以探草叢 可是他看起來完全沒有想要利用這個探草叢 他剛剛探了兩下在右邊啊 他這邊選擇直接走上去 站著自己有瑟雷西是不一樣 瑟雷西跟蜘蛛這邊 探草叢都算蠻強的 不過PKD其實已經知道SGS近自己的紅 因為剛剛其實有眼睛看到 所以PKD這邊反而是近藍蹲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在SGS來說是非常非常危險 因為他完全沒有掌握到對方位 所以我覺得他們如果回去 那個藍的時候只要有一個人靠近 就會被秒 這邊回去 這邊走過去 走過去嗎 安妮的暈下來了 喔撞到以後 這個撞到兇狠 這個大爆把他打上來後 結果竟然被瑟雷西直接推掉以後 兩邊是什麼招都沒有交 只有安妮交掉一個虛弱跟球種交掉一個點燃而已 這個召喚技能的互換就變成是 打掉了一個龍女的閃現 對龍女的閃現 我其實用這個上路吃一波兵 先吃一波兵 這樣子就 全部人直接吃你一波兵 然後 急你吃這波兵 然後斷你這個兵線 然後上路這個小兵 第一波就會進塔 讓你吃不到這波的經驗 這個點我覺得算是做得很好 因為這波兵面你看龍女上去的時候 這個兵一定已經掉了 他等於是第一波兵 就是吃不到全部 而且還可以稍微磨塔一下 對他磨到塔 而且他在 吃這一波兵的時候 其實是 在等待buff在出生嘛 所以他其實是完全利用的時間 就是說這段時間他不要說沒有做事 我就把上路兵給推掉 你看龍女現在才到到線上 他只能夠吃到兩隻兵的經驗值 然後只吃到一隻兵的CS 就等於算BKT花了三個人 五個人吃在上路搶這個buff 可是他利用這個 推掉這波兵的關係 所以讓龍女也不是過 就是過得更慘 可是其實反過來講的話 他的下路也會很慘 因為剛剛Chowy很早的到線上 然後在線上開始轉 可是這個時候 對Chowy已經到兩等了 你可以看到Chowy在現在已經到兩等 他的對線對象一直還沒出現 鱷魚現在是3-3來吃 他來到這裡的時候 Chowy都已經吃得很開心 都說我都已經12個CS了 3-3來吃 對他現在3-3來吃到了這邊以後 哇這邊龍女跟上面九桶打得 難分難捨 他這個鱷魚看起來應該是過得蠻不舒服的 鱷魚其實遇到範的時候真的是蠻難打的 因為他那個三環打的真上實在太痛了 而且他被範到就會被射一下 還被範到就會被Q射一下 這樣打起來其實有點痛 兩邊的 互換好像 看起來中路這邊安妮加葛雷夫也沒有壓制到凱爾 反而是 這個點有機會直接暈倒喔 他稍微蹲一下 喔 你看那個竹網還是金色的 這個是上得有點急啊 其實 這個地方 BD並沒有看到他的位置 他可以稍微蹲一下看看 他在等待一個機會 背在這邊也是農完 農完一波Jungle以後 看起來是想要去蹲上路的東西喔 看起來是要塔殺下路 這個動向已經被BKD看到 這個眼睛看到他下去了 就是說現在鱷魚應該是可以馬上評估一下自己守得住這個塔 鱷魚現在三等只要不要被蜘蛛網直直網道的話 應該是有機會能夠換掉一個人 對 而且小兵的數量不夠多 看起來SGS這邊打算打穩說我只要拿這個塔壓這個塔就好 因為小兵的數量實在太少 硬直去塔殺其實沒有說非常好 可是飛來這個地方到上路之後 蹲下沒有拿到任何機會 他代表說他現在沒有什麼機會來救這隻鱷魚啊 他現在上路直走出來的話 這一波大波兵線已經進塔了 所以這個鱷魚必定會被中澳一波 他這波經驗就拿不到了 對 這一波其實蠻大 他壓制到這一波 完全沒有拿到這波經驗塔 直接被拿掉的話 應該是不會掉的 這個塔改印過之後就沒有那麼會掉 只是 剛剛那波經驗鱷魚沒有吸到很快 主要不是持兵數 是他沒拿到那個經驗值的話 他等一下會失去單人線的優勢 對 飛愛這邊馬上補上來以後 看起來是要再三條草叢 三條草叢這邊插一隻眼睛 然後最後一波補線喔 這個塔看起來是要被打一套 飛愛從後面拉了拳頭衝出來 直接撞到了 射解析 射解析出塔瞬間往回一勾 直接勾到飛愛 飛愛在被中間定三環 虛弱之後呢 被FAN打死 這個地方FAN拿到一個first plot 對SGS而言 這個下塔是蠻容易就可以再壓得掉 因為血線 血線其實很低了 血線現在其實已經很低了 然後鱷魚這個地方雖然說有閃現 但是 面對蜘蛛的綁再加上 瑟雷西的勾 其實他也不是 這麼一定可以打 哇 而且你現在在裡面 這個蹦康裡面 萬一這個塔掉了 直接撞到牆上以後 綁起來打了一波以後 看起來是有點危險 不過敲雲因為有紅BUB的關係 吃到了塔散 哇 這個兇狠 哇 一個點燃打下去以後 哇 不過那個盾最後彈了回來 讓瑟雷西能夠吃到那個盾的加成就沒有死掉 然後加上殺掉人以後的升級 然後血量是 跳回了100多滴啊 這難道是 K-0非常的 計算 這一切都在K-0的計算之中 他說 我剛剛早就知道 我左邊一閃之後 那個繩子就會斷掉 然後我就可以再拿到那個盾 然後殺掉鱷魚以後又會有一個 等級加 等級回來的加成血量 剛剛鱷魚其實退回太晚了 這個點他會爆住之後就直接被打傷 哇 哇 這不會是年輕的肉體啊 兩個人都 兩個人都好帥啊 一個是蜘蛛的那個網子出去的那一瞬間 飛艾直接是跳過 閃線跳過那個蜘蛛網然後做Cue 但他要撞到Hallelujah之前 也被Hallelujah直接用閃線閃走 等於是一個拿閃換閃啊 而且中塔雖然說扛窗的線可是 中塔的血線有點高啊 這凱爾守得非常好 因為凱爾的推線能力其實很高 他其實可以把後排小兵掃掉這樣 他就只要一直一一一一一就可以把後排小兵一直拉掉 這樣子打 這樣子的話其實中路 一直都沒有換掉的情況下對範的發育來說是 非常的非常的好 SGS已經領先2000塊錢 因為開場兩個擊殺跟一些吃兵術還有那個塔的關係 這2000塊就算非常多啊 對 這2000塊主要是 這2000塊還剛好落入一個不該落入的人手中 就是那個半 KD剛剛在中路旁邊晃了一下之後 BKT中間就很害怕 因為他看到地上那個小兵死掉變成靈魂了 所以他想說他是不是要Gank我 而且他是左邊現在沒有視野 我想說硬橫是從左邊 會怕 對會怕就 會怕所以他們選擇撤退 主要是他們現在一直都沒有 你看 其實凱爾在壓線這一塊非常厲害 Hallelujah剛剛想要偷吃一隻沒有吃到 哇這眼睛還是特別的眼睛造型 這眼睛造型很大顆 我的眼睛造型真的是 這應該是 銀牌的銀牌以上的獎勵 這怎麼那麼帥啊 對 就是 你只要有銀牌以上就會有這個獎勵 我沒有記錯的話 然後金牌以上的Skin 那個眼睛真的是很帥 只可惜這個攝影師沒有那個Skin 這邊想要偷一個藍 以後Hallelujah衝了進去沒有吃到藍以後選擇 點燈籠回頭 點燈籠回頭 他很果斷 他走過去然後發現沒有機會 點燈籠回頭 應該是放在旁邊你準備好說你點點看沒機會要趕快回來 可是他剛剛其實 還是成功了逼掉了非愛的重擊 讓他沒有把藍送到他想要送回他 不過我現在看一看他到底想送回神 應該是送回自己吧 對他本來應該可能想要點掉 他總不可能把他給馬瑋格吧 他只好自己拿 其實這事情好像沒有改變太多 我覺得他應該是要自己拿 因為他到現在現在8分鐘才4等 一個江狗8分鐘6等其實就已經算頗低了 他不是6等 他是4等 8分鐘4等差不多已經不是一個活著的人 他應該在江狗區裡面躲個3分鐘之後呢才可以回來 對8分鐘4等這個等級殺真的是差很多 你看假如他在路來的話 這個中路清兵是非常快速啊 這凱爾感覺是個滿意的 對他出了刺針劍以後就看起來是直接清兵啊 他選擇出刺針劍看起來也要出納蛇之牙 不然你就要出西風匕首 不過照理來說應該就會出納蛇之牙 應該是納蛇之牙比較強一點 因為凱爾需要那個CPR 凱爾瑞現在8分49秒終於到達6等 但飛艾現在才5等 凱爾是滿意的 剛上5等 難怪刮那麼痛 因為他對上雙人線的關係 所以他選擇滿意來推線 不過這點讓他們團隊的經濟優勢 因為這一個塔跟兩個擊殺 拿到2000塊的經濟優勢 因為這種鱷魚發育算是非常差 現在只有33隻吃兵 等一下大概會跟他對刀線的龍女現在吃兵是64隻 就是甚至跟他對應的也是 扛蒜線的凱爾現在吃兵68隻 所以等於說這個鱷魚的經濟發育是非常非常的差 而且他現在下路是連到二塔前 犯都要繼續兇他 對唯一輸最多的就是鱷魚而已 其他上次九桶其實有維持在吃兵輸 然後葛雷布甚至還贏半十隻 但是我這鱷魚大概輸了全場30隻以上 然後這悲哀終於到達6等了 我還蠻期待他到達6等以後會選擇GANK哪一路 馬尾哥是直接出了一把暴風大劍以後 看起來還是在中路農兵 不過他現在傷害因為有暴風大劍的關係 他整個輸出應該會變得很高 哇 喬尾是直接 用W三下就是要爆這個鱷魚 這傷害一波 就是給你一個三環的傷害 直接打掛你 那其實只要大概多打幾輪他就爆 套圈圈一圈兩圈三圈 砰 哇這個凱爾非常的兇啊 打了一招一招 其實看SEC的傷害好像 SEC看起來好像坦不住 不過這個凱爾是交閃線 閃掉啊 這凱爾因為剛剛看到安妮 安妮剛剛講有一個閃線過來大局的話 其實他可能會坦不住 因為其實安妮在這時候有傷害 哇 一講完就來啊 閃線大絕全部交上去 SEC也交了閃線 就是過來一個R 全部打上去以後 兩個人的大絕加Q的傷害 把凱爾直接秒殺掉以後 要做一波龍的進攻 PKD這樣子拿到這個 如果可以拿到這個地方拿到龍的話 他們的經濟烈士就可以搬回來了 對啊 他這個中路就打出了一個破口 就是在凱爾沒有閃線 也沒有大絕的時候 直接 忍不防把他秒殺 所以用閃線的優勢 配合上安妮的應運以後 拿到了一隻龍 這邊綁到了 勾到了安妮以後 選擇把人推回去 他要一打四啊 所以開啟了大絕 然後菲埃用一個火鋪連擊 撞到了SEC以後 自己處於一個很危險的位置 看起來是被犯用閃線加Q擊殺了 那這邊 哈利路亞掉上去以後 沒有人可以掉了 他只好自己下來 下來以後就直接被擊殺 像SEC那個 進場的位置有點兇狠啊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一打四啊 他進去用一個人的 就是差不多在兩秒內 你的隊伍都不肯跟著上 大概兩秒 大概兩秒鐘的一打四 他就直接被秒殺 就是秒殺到變殘廢 其實他勾到人以後 勾到人以後 可以選擇不用上嘛 他剛剛那裡可以選擇不用上 因為他是一個三打四 他選擇上了以後 他也發現事情不太對勁 所以他把所有人都推走 但是來不及 他上的瞬間就是一個一打四 打完這瞬間他就死了 死了變成隊伍在開始二打四 接著打 這是一個水餃的節奏 二打四再變回一打四 然後就死光了 對 十七月十年 剛剛那會這樣可能比較好一點 是那個頭是犯收到 所以說現在犯的 戰的經濟就更好一點 可是經濟現在很明顯 整體經濟是被打 被追回來很多 對 現在用一個火撲連擊 追到了射雷系以後 其實射雷系 其實把他帶得很遠 帶到犯可以把他推搶的地方 然後犯一個三環爆發以後 最後配上閃線 把非愛給收掉以後 讓犯的成長其實是在 201嘛 他的成長其實很高 比起葛雷夫搞不好還高了一些啊 假如沒有那隻龍的話 他應該是 跟葛雷夫的經濟 相差不遠 不過這邊 看起來我是覺得 曼谷巨人隊應該要在 前中期拉出很多優勢 葛雷夫現在已經拿到這把視覺者 喔 又是勾到以後 選擇直接做一波進攻 他大絕上手上去 有把人家勾回來 這邊有人幫他拿掉 有人幫他撞掉牆 以後 SICK出來的時候 並沒有撞到牆 所以他出來的時候 是很 狹義的出來 不過凱爾在這邊做一波進攻以後 緩到了安妮 安妮這一個暈 暈到了 暈到了 蜘蛛嗎 有暈到蜘蛛嗎 沒有暈到蜘蛛 啊 可惜 這次都在一波進攻 龍女開啟了大絕 撞上了鱷魚 閃球中這邊過來 把龍女撞進來以後 最後一波進攻 哇 半從後面衝了出來 哇 邱羽這個進場的動作超級帥 這個半從後面突然 衝了進來 我想說這會打到這邊 到底在幹嘛呢 兩邊的人這麼嗨 兩邊的人這麼嗨 原來是邱羽在後面收頭 原來是邱羽在後面收頭 SGS花了很多大絕想要留人 然後一直留一直留 可是其實 對SGS的傷害 對BKT打的人 造成傷害就很低 就打不死 然後就一直留一直留 最後那個 龍女被炸進去 我覺得算是一個高潮迭起 因為我想說 你不是很兇 結果被炸進去 這邊看起來龍女又在追打一波 飛愛這個Q進來有點危險 他撞到一個不該撞的地方以後 被板打一波 然後九筒用撞擊 把飛愛 把犯的血量壓到很低以後 自己是選擇用閃線逃跑 這個藍包看起來是沒有機會 給喬米收掉了 兩邊的經濟又在差距到2400塊 其實剛剛那個會戰打的算 小刺激 但是我一直看不出來兩邊為什麼都沒有傷害 就是兩邊的人比較熱血一點 因為剛剛九筒其實沒有大絕啦 那BKT這邊整體的傷害其實都在馬尾格上 可是馬尾格剛剛能夠輸出的空檔其實不超過三秒鐘 就差不多三秒 因為範一直都在可以打到他的地方 所以他其實滿害怕 而且開場的時候 飛愛就已經被抓掉了 剛飛愛那個地方直接被抓掉 導致他們的會戰不太敢打 不過不然的話我覺得他們硬是要打起來的話 是還滿有機會能夠打下去的 其實那邊草叢其實是有眼的 但飛愛還是選擇硬是Q上去喔 覺得滿不小心 他Q上去又撞到結果他回不來 就瑞凡再也回不來 瑞凡我們回不去啦 他回不來以後他也沒有閃線啊 所以他回不來的情況下 直接被收掉變成一個 4打5 整個會戰馬尾格沒有輸出空間 然後九筒又沒有大絕的情況下 就只能把這個 藍buff拱手讓人還掉了一顆頭 這個整個視野又被人家控制掉 凱惡現在這個經濟算是非常的好 就是以一個扛雙人線來說算是非常猛 我這邊看起來是繼續農兵 凱惡現在已經出到NASGR了 就等於說他核心裝備已經完成了一件 那通常在出第二件 比如說他第二件出帽子 或者是出奮扶之刃就會更強 我管到了點燃上去以後 馬尾格顯得看似有點危險 200D 100D就又交掉了閃線加光盾想要逃跑 這邊安妮也是馬上虛弱 套了上去 但是來不及格雷夫已經死掉的情況下 最後一個普攻是否能夠打下去 打下去了但是傷害不夠 因為對面喝了紅buff 喝了洪水以後硬是把 血量給壓了回來 不是紅buff 剛剛講錯的是紅水 不過這邊蜘蛛用紅buff 這邊才是紅buff 蜘蛛用紅buff 波索明顯是走路的時候正在點著本來的地方 沒有想到他點到燈籠的時候 他還走回去這樣 對啊 剛剛明明拿了燈籠回來 然後又衝了出去有點危險 這邊看起來 哈利路要過來這邊支援 兩邊的經濟差距其實一直都拉在差不多3000塊左右 會戰都打得很激烈 雖然都打不出一個什麼所以然 這個綁再次沒有綁到 這個點看起來是蠻有機會拉到 因為現在他們兩個還不退就有機會被拉到 對凱爾這邊也上來支援了 他現在 PKT 真的不放啊 我覺得你早就要放啊 不然風險太高了 這個閃線勾綁都沒有打到 但凱爾這邊自然過來支援又緩到了非愛 非愛是直接被凱爾收掉 凡是沒有拿到助攻 但是 所以 經濟差距再次拉到快要4000塊了 這凱爾上來補位的時候其實很早就有一天 不要想到了 因為葛雷夫在這邊中間是沒有看到凱爾的 因為葛雷夫其實後來有跟 可是我覺得他跟的點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那個一塔等於一定會掉 可是二塔我覺得 PKT 也不太可能會掉這個二塔 哇這個撞起來以後 伊莉絲跳著 九筒跳走以後 看起來是有燈籠可以拉 再次走掉 九筒其實是想要把他留下來 他安妮剛剛的暈好像沒有聽到 被人家跳 躲掉了 龍女現在回線上是狂凶鱷魚 因為他的經濟好了非常多 他等於可以把他限壓在鱷魚的塔前 雖然鱷魚還是可以吃他的兵 可是 變成說失去鱷魚這個pick的優勢 就他沒有辦法壓制對手 可是鱷魚這個角色上選了 就是要來壓制他的對手 對 兩邊鱷魚跟 龍女之間的差距 吃兵是來到40幾隻龍 我這個龍出了以後 PKT 插了兩隻眼在同一個草叢裡面以後 還是看起來是要吃這個龍 因為有視野上的優勢 他其實現在沒有眼啊 他裡面沒有任何視野 過來這邊算是蠻刺激的一個行為 因為有可能直接被秒殺 這裡直接被暈到兩個人以後 安妮暈到兩個人 這邊開個開交騎的大絕 想要用這個大絕多吃一點傷 他的確吃到很多張 鱷魚這邊一直輸出 沒有停下來 鱷魚這邊瞎盪了 這邊鱷魚瞎盪了 凱爾以後 鱷魚的輸出還是不間斷 鱷魚繼續在追擊 只剩下鱷魚跟 馬尾哥 但馬尾哥現在躲在裡面 想要回家 看起來是沒有機會 這個閃現過來以後 鱷魚閃現下來配合到馬尾哥收掉了 瑟雷希 瑟雷希就被 瑟雷希一大意了 追繼續追擊嗎 要繼續追擊嗎 看起來是沒有機會啦 不過這邊伊莉絲又武術鞋衝了過來 武術鞋 衝了過來 能夠綁到嗎 綁到綁到了鱷魚 鱷魚幫他 扯身 扯身護主 救了主人以後 但是 想不到馬尾哥還是被伊莉絲 OP的跳 上吊跳起來 抓到以後 哇 鱷魚再拿到一個頭 蕭魚 Unstoppable 馬尾哥我覺得已經算很猛了 他剛剛那個點也知道就是 打起來被夾的話 因為剛剛龍女從他們夾賽 我覺得他們第一時間 會戰的點 處理得不太好 因為 他在自己有五人對方只有四人的情況下 他們選擇在那個龍的洞裡面打 這樣子會讓自己蠻劣勢的 他剛剛如果往左上撞 硬撞回去的話 其實很有機會可以打 可以打贏這個會戰 安妮這邊暈到了龍女以後 龍女交掉了閃現剩下100滴鞋 這隻九桶用1加閃現閃撞 撞到了 龍女把龍女殺掉以後 這邊蕭魚的輸出非常的夠啊 只能套上虛弱 讓自己的隊友是否能夠逃走 這整個會戰拖了非常好久 剛剛馬尾哥在 龍區裡面最厲害的是 他看到那會戰已經 事不可為 還在龍裡面直接recall 那個判斷我覺得 就不是正常人會做 哇 Hallelujah 再一次 綁到九桶 這個蕭魚到現在都還沒有回家 但他的輸出不間斷 是否還能繼續打下去呢 交召讓雲弱以後 讓自己跑速增快 然後這樣子一次收掉兩個人頭啊 上路也是 凱爾配合上色雷西 直接塔殺了馬尾哥 馬尾哥是剛出門 就再被送回進溫泉 整個會戰持續的有點久 從龍Bub到藍Bub 到下路到藍Bub 這整個點就是 現在犯已經太強了 他現在犯606 他等一下回家補個裝備 我覺得 BAT這邊差不多快要喊GG啦 這個會戰的時候 如果犯的發育像現在這樣的話 我覺得會很誇張啊 這回家2000塊可以直接出一個那個 紅雙刀再出一個斗篷啊 因為正常情況來說 你有非愛的話 你要把犯收掉 其實最簡單 就是硬舉他8秒 可是現在對方有凱爾 所以他一定可以在你舉他的瞬間先幫他套無敵 那你等到他舉完下來的時候 他的無敵其實已經 剛好擋住那個時間了 你等於沒有辦法秒殺這個犯 如果他的時間可以做得很好的話 所以說這個犯會很難處理 而且在你 很認真處理這個犯的時候 凱爾的傷害 你就一定 hold不住了 因為這凱爾其實是買全傷害超級痛的 對這凱爾傷害非常高 而且 犯這邊其實你只要交了無敵的話 傷害絕對夠啊 安妮選擇自己吃掉 他說 不給你吃 不過這個經濟的差距是沒有拉得很開 可是經濟的集中度差很多 所以SGS團隊絕大部分都在這個犯身上 這種情況會讓會戰變得很強 就只要這個犯活著 那SGS的會戰就幾乎一定會贏 所以他隊友現在就是 上去擋 而且他們有凱爾跟瑟西可以很好的保護這個犯 所以犯應該是可以無憂無慮的輸出 在這兩個會戰其實都看得出來 沒有人可以阻止這個犯輸出 因為有魚其實在會戰的時候 真的不太能阻止犯 就是很難接到他 而且很難對他實際上造成傷害 這場主要還是依靠的是肥愛吧 而且九筒其實本身就很怕犯 因為他的肚子 衝上去的時候很容易被滾掉 而且他丟大絕的時候只要犯一個滾 他還很容易炸不到他想要的位置 就整個角色 除非九筒用閃度來接 不然的話其實都不是很好的對應犯 對 除了閃度可以造成一些傷害 這邊曼谷巨人隊選擇直接推中了 哇 這個直接勾到葛雷夫以後進來一波 傷害這邊一樣犯是在一個沒有人能控制的位置一直輸出 看起來是收掉安妮以後 在對著九筒做一波硬打這個爆發傷害有點高 第二波在殺掉以後 曼谷巨人隊看起來有點危機啊 是要一個零換五嗎 果然是一個零換五啊 這曼谷巨人隊 這 這 Support 瑟雷西 這一場做的真的是蠻厲害的啊 他每次都勾到馬尾哥然後直接給馬尾哥一個大爆發 他剛剛那個開戰算是神奇啦 他剛剛勾到紀律之後你仔細看的話 他的大局是框到三個人在裡面 所以他成功的限制了對方開場的站位 這個會戰他居然還沒死就是追轉 因為他其實那個點亮開完他可能 就要直接被瞄 可是他沒有死就超轉 對他應該是一換四 結果沒想到他連死都沒有 他連自己人頭都沒有交出去 他連閃線都沒有交 而且凱爾看起來是沒有放大絕 因為凱爾他大絕沒有轉那麼快 可是他還沒有放 所以他可能也沒有想到救過那個射擊 可是射擊就沒 射擊連閃線都沒交 因為他現在閃線還是好了 蕭魚怎麼不動 蕭魚在等待自己買最後一件裝備 他把鵝魚出了出來 來 807 807的閃 807的閃有點猛 這兩邊天氣他去 突然就拉大到非常大 因為沒有人能夠阻止犯的輸出 這實在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這看起來鵝魚也是沒有辦法阻止 鵝魚到現在 吃兵還是輸了大概50隻左右 但兩邊吃兵都沒有差非常大 我現在想的是SGS之前然後都在裝弱水還選提摩啊 到底 是什麼樣的一個想法 他整個就是衝進去然後用跳上吊回來 多彈兩下小兵 就為了把小兵往前再壓一波 我這個閃溝 下一次一個閃溝抓到以後 本來是馬尾克在旁邊完全沒有輸出空間直接被秒掉了 馬尾克看剛直接被蜘蛛綁到然後被秒殺了 他被蜘蛛綁到以後 這個凱爾直接給他一個大的爆發就秒殺了 他有那個巫妖之禍的那個 巫妖之禍的爆發 紅隊的影響已經被毀滅了 整個是全身而退 拿了巴龍BUFF又收掉了馬尾克人頭 再拿掉了冰銀塔全身而退的情況下 這個經濟已經拉到了一萬塊之多 小龍又在重生了 他們看起來是可以拿小龍 這一段時間 我相信PKT應該是不太好受 這一場其實 我現在看起來覺得瑟維西 根本就是MVP吧 這場其實瑟維西開戰的點 不一定說是開得最好 可是至少他很敢開 就是他很敢開 而且他開的成功率很高 就是他想要開戰他就會開得到戰 這件事其實很困難 就不一定是你想要開戰你就勾得到 他這場其實想要開戰的時候都勾到 只是開得好不好就幾次 他有幾次開得很好 而且他想勾就勾到 每次都照著他開戰 雖然在龍區有一次是 蠻不好 他也是想開就開戰了 他想開就是開得到 就是開戰型玩家 但他後面是 後面是有彌補那一個 其實是 這邊撞傷了 凱爾是把凱爾撞了回來 凱爾直接交了無敵 想要做一波進攻 但其實他在這個段時間 都被暈住 凱爾會秒殺桶子吧 這酒桶的血量有點危險 被俠盪 被鱷魚瞎盪了 差一點就把酒桶換掉 這樣子的一個交換變成 SGS有點虧了 因為其實凱爾剛剛蠻肥的 在路面被抓掉然後沒有能拿掉對方的塔 因為只看到BKT現在下路還是很安全 沒有被摸掉那個塔 如果說剛凱爾死了 可是下塔 因為對方狀態不好所以有壓到的話 那其實那個頭掉了就無所謂 可是現在他掉這個 變成是 因為他一定是 他很久沒死了 所以他 一定是有額外獎金 所以他死掉就是被換掉蠻虧的 對啊被換掉以後 下塔上塔都沒有拿掉 沒有拿到任何一點戰略目標 變成是一個完全就是送掉的這一個 如果他們剛下路是有在壓制的話 就算是那樣死掉 吃完全部都大絕死掉 那自己的隊友一定也可以壓這個下一塔 就可以把等量的經濟換回來 這邊下塔正在被攻擊的途中 反推愛直接把飯敲了起來以後 這邊看起來想要撞 看起來想要 直接殺掉飯啊 但飯的血量一直在200滴左右逃掉了 反正是安妮有點危險 蜘蛛一直在輸出以後把安妮給收掉以後 這個燈籠這個燈籠看起來是點 點的到嗎 點不到點不到 他一直嘗試想要點一直點不到啊 所有人都站在燈籠上面就是不給你點啊 鱷魚連續拿到兩次 瞎盪以後整個經濟又再拉回來了 鱷魚現在這個裝備就比較有機會 能夠擋飯一下 因為他其實現在有守望者 有守望者看一下就 對飯來說是一件蠻難慘的裝備 剛剛那個點主要是沒有凱爾啊 沒有凱爾的無敵上敲筆的血線直接就被打得很低 這個被撞到牆上以後這個雲落下下來以後 鱷魚看起來是賽傑南逃死掉 又被飯拿到一顆頭飯的現在戰機是907 剛剛居然是被所有人一起攻擊都不會死掉 犯到現在 這個戰機有點鬼神啊 有點鬼神的戰機有點扯 這個戰機應該是回家就可以再出一個那個 把頭巾出了出來就沒有人可以再拿他了 做任何事情 這場頭巾其實能解的就只有解 九桶的那個 還有九桶的環 然後 對好像那時候只能解這兩個 我覺得還是跟凱爾買個無敵比較實際啊 無敵散上去就沒問題了 我這個要抓 喔把他撞救了他一命 他想要抓想要嘗試看看 但他沒有用閃線 對他沒有用閃線 不過他也不知道射雷西到底有沒有閃線 所以就留著 SGS想要再做一波中路的進攻 巴龍還有兩分鐘到重生 飯這邊回去買了 果然他不打算買那個 他不打算 他不打算買頭巾 主要是因為 頭巾能解的東西不太多 他乾脆買一些血量 想要出女妖面紗之類 凱爾瑞亞這蠻白目的 他一直走到塔後面 在後面放了燈籠 然後開始嘲諷一下之後 再走 凱爾瑞亞這場已經做過蠻多次的動作 比如說衝進去然後再用跳出來之類 鱷魚 安妮閃線了上來以後 暈到了凱爾 但這樣子能夠抓掉凱爾嗎 整波進攻的傷害全部都被凱爾的大絕燒掉了 這整個進攻的傷害都已經拉掉了一大半以後 是因為飯不在現場 所以能夠做出出的只剩下蜘蛛 但蜘蛛這邊打起來是有點危險啊 這整個傷害是不夠的情況下 這個蜘蛛最後被一個大絕收掉 不然看起來想要做一波進攻 這個滾怎麼可能可以滾過牆壁呢 你想太多了 凱爾 不過上塔因為如此讓 凱爾這邊想要打塔 還是做了什麼事情 被九桶之間一個閃撞收掉 龍女開啟大絕把 安妮殺掉以後 龍女看起來不會掉鞋 這個 翹尾珊珊來遲終於到待了現場以後 他的血量看起來是不太會掉 然後他這邊 做一波進攻後 龍女這邊 在追擊的 馬尾哥 馬尾哥有點危險 這邊被龍女殺掉以後 龍女是否會坦塌而死呢 坦塌最後一下 看起來沒有死掉 九桶這邊九桶過來 這個狀 這個九桶跟狀 成功的撞到了 成功的撞到龍女 把龍女殺掉以後 但是飯的傷害還是太高啊 那個飯 還是沒有死的 不然還是整場會戰沒有死 12 08 這樣子的話會再掉 再掉兩個水晶塔 就在SGS拿到很大優勢之後 就是打得比較雜亂一點 就是剛剛 在下路被抓的時間 龍女其實在上路不停的分退 他是先拿掉 一塔 然後拿到三塔 然後進去要砍兵 遇到兩人夾擊 他講上去的瞬間 是先用點燃跟大絕的傷害 把對方的安妮輔助 秒掉 秒掉之後呢 因為他下面會戰打完之後 那個 最後是蜘蛛被收掉嘛 因為蜘蛛吃了九桶 大絕被彈回來 所以最後才死掉 所以說其實他隊友 凱爾沒有鋼的狀態是不好 然後也沒有大絕 也沒有閃現 因為他剛剛就是閃現過強活下來 開場的時候無敵撐出所有的傷害 所以說 剛剛到上面的時候 那個會戰 對方已經沒有任何技能 可以再抓 那個飯了 所以是一個飯 就把他們全部殺光了 龍女在旁邊其實就只是一直貼AD而已 就是給AD一些壓力 不要讓 葛雷夫點到飯 因為剛剛一開始 一開始抓到丘尾的時候 丘尾的血被打很低 就是因為葛雷夫有在打他 這邊綁上來以後 這個飛艾的血量有點危險 這傷害有點高 跟上來犯開啟的大絕女 要面殺已經掉了情況下 現在沒有人可以對辦 做任何人的傷害 哈利亞這邊做一波進攻 這個色雷西閃現 把人家依回來以後 看起來是能夠成功殺掉安妮 馬瑋哥是沒有路可以走 只能在那邊 跟你輸出打完 蛋之飯也在上面 把鱷魚給收掉 這邊馬瑋哥跟鱷魚都死掉 情況下是一個零換三 飛艾則是 拿著最後一點點血走掉 其實剛剛 就是馬瑋哥可以不死了 剛剛海魯拉那個操作很漂亮 他那個暈巧妙的 穿過了安妮之後 直接暈到他 然後把馬瑋哥留下來殺掉 哇這個勾 勾到酒桶以後 直接把他收掉 收掉了 再讓他飛艾 這就是一個Double Cue 還拿掉一個塔 這個應該是結束兩邊 已經差距已經來到 一萬七千多塊 一萬七千多塊 另外的情況下 看一下這個飯的戰機 15殺 1509 1509 這就是不選提摩之後 就這樣說了 適合